火爆 许家印被彪悍骂娘 中国经济将陷入痛苦 中国的这项民族骄傲 或因美国出口管制而遭遇滑铁炉 拜登被打脸 五角大楼承认阿富汗战略失败 社勾结中共 传美国财长已拒接他的电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8日 欢迎收看第三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恒大被您破产 长期关注中国房地产问题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格夫指出 恒大问题可能使整个中国经济 仰赖房地产增长的模式破灭 中国年经济增长率跌至仅2% 此外 在恒大债权人会议上 现场气氛激烈 债权人咒骂质问在场人的视频 最早在微博上流出 如今已被全网申诉 据巴龙周刊报道 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 罗格夫向巴龙周刊表示 中国长期以来养成 极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经济的模式 房产相关产品与服务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 高得不正常 而且中国市面上 已经有巨量的空房子存货 外界质疑 人均所得仅有德国 法国四分之一的中国 怎么负担得起跟德法一样贵的房价 西班牙与爱尔兰当年在遭遇金融危机前夕 曾达到这样的状态 而当初发生刺激房贷风暴的美国 最高时也只有15%的GDP仰赖房地产 中国的经济成长正在放缓 新冠肺炎疫情后出现的反弹复苏快要结束 此时经济丧失任何动囊的冲击都会很大 因此恒大一旦倒下 拖垮整个中国房市 北京当局很难无缝接轨 找到其他的增长来源拉动经济 罗格夫指出 假设中国经济未来12个月的GDP成长率 本来就可能因为房市放缓从6%降到4% 这时恒大倒闭冲击房地产业 使中国GDP成长率再掉1-2% 中国GDP成长率仅剩2% 将难以创造足够工作 陷入痛苦的经济状况 罗格夫说 恒大不会是中国的雷曼时刻 北京有办法强行快速处理破产问题 不向正常民主国家破产诉讼 常要缠送数年 但是恒大带走的房地产经济动能 难以单靠中央指令就可补上 中国各大视频网站都在热传这样一个消息 在刚刚举行的恒大债权员会议上 某女债权人和许家印 进行了极富有成效的战略性对话 现场气氛异常热烈 该债权人灵魂拷问道 如果这个事情你有担当的话 就个人掏出400亿出来 那几架私人飞机呢 香港的那几个豪宅呢 那么多钱 被你挥金如土 400亿拿不出来 言语间还夹杂着不少脏话 短短几个小时 这个视频在微博上的点击量 已经超过185万次 广大网友纷纷评论说 骂得酣畅淋漓 太解气 场面的精彩程度 堪比当年对资本家和地鼠的批斗大会 过去13年 中国全力研发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并以法国空中巴士A320 及美国波音737 作为竞争对手 不过 这架备受关注的国产客机 却唯有在今年 中国最大的珠海恒展亮相 有报道称 这是因为 在美国收紧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下 C919面临零件短缺 也有分析认为 从国内及国外形势来看 中方航空技术研发进程都备受压力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指 C919客机未有在这次航展亮相 是因为在美国收紧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下 负责生产C919客机的中国商用飞机公司 未能获得供应商及时帮助 加上部分备用零件已经用完 令C919客机面临零件短缺 相关认证及生产目标或受影响 报道指出 自2020年12月起 美国政府要求对与中共军方有关的任何企业 在出口零件及提供技术援助时 都需要获得特别许可 但消息人士指 即使美方供应商陆续获得出口许可 C919项目的认证速度也因而变慢 有可能影响客机的生产计划 有大陆传媒指 中国商飞与全球取得815架临时订单 只有中国东方航空下了5架确定订单 东方航空今年8月表示 预期年底会接收首架客机 未来两年各再接收两架 但受美国出口管制影响 外界关注C919的交付问题能否赶上时间表 路透社也引述消息人士称 由于C919进度落后 中国商飞已专注试飞 尽量累积最低飞行时数 已获得中国航空监管机构的认证 但即使C919客机 有机会在今年年底前获得认证 之后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改进及升级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副教授黄介正28日说 在航空的国际认证上 美国有一定的话语权 而当中国不具备生产过程 所需要的技术及零件时 自然会受政策所牵动 令其在航空发展上遭受压力 他补充表示 美国掌握一定的操控权 当然有一定的客观标准 并不是受到政治的操控 生产制造中间所需要的技术和零件 如果在中国不具备 可能就需要仰赖进口 因而受到政策的牵动 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老早就形成 尤其是科技方面 更倾向冷战或者所谓脱钩的做法 凡是科技竞争 基本上都会有比较浓厚的冷战味道 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 曾志超28日也表示 虽然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 但强项在于组装 而非关键领组建的研发 即使是中国最强的军机 仍需依靠俄罗斯提供发动机 他又说 国产客机C919被视为中国民族骄傲 希望借此向国际展示中国的研发技术 但如今传出客机未能按照时间表生产 或证实中国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瓶颈 他说 我相信除了发动机之外 飞机的雷达 导引 通讯等 都是一些很高深的技术 说实在要研发的并没有那么容易 过去当然有俄罗斯帮他撑腰 所以可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但毕竟这么大的飞机 还是要很慎重 才有可能通过国际认证 然后达到商用的目的 中共官媒曾指 这架国产客机实现近60%的国产化 并力争实现100%的国产化 不过翻查资料 有媒体曾指C919客机非常依赖外国技术 尤其在重要技术上 如动力系统 航电飞控系统 燃油系统等 均直接采用国外成熟的产品及技术 或是由中外合资企业制造 而中国主要负责机身 机翼 尾翼 内饰等设计部分 9月28日 五角大楼承认 判断失误导致阿富汗战略失败 美军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将军表示 这是一场战略失败 敌人在喀布尔掌权 除了战略失败 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了 美军还公开承认 军方高层曾经建议拜登总统 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士兵 以避免喀布尔政权垮台 美国中央司令部负责人麦肯齐将军称 他曾提出这个想法 米利将军也表示同意 但拜登8月曾表示 他从未收到过这一建议 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说 据我所知 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当被问及此事时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强调 从长远来看 在阿富汗部署如此有限的军事存在 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说5年内 我们可以拥有2500名士兵 而且保持住这个数字 归根结底 这件事由总司令决定 而他已经决定 是时候结束这20年的战争了 米利将军还透露 他要求拜登和川普 不要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 设定具体日期 而是将协与塔利班 必须遵守的条件结合起来 包括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 然而两位总统 还是设定了撤军日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乔治·艾瓦日情遭报 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 施压内部员工 要求调高中国在经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 引发外界哗然 彭博9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自丑闻爆发以来 乔治·艾瓦试图与叶伦通话 但却未能成功 乔治·艾瓦否认相关的调查结果 并称有关他的指控是完全不实的 根据外媒报道指出 世界银行在2017年所发布的 2018经商环境报告 中国的排名为第78名 但经调查之后发现 其实中国正确的排名应该再降低7名 而未在第85名 士盈称 报告内中国数据之所以会出现变化 似乎是高层对于调查团队进行施压 直指是乔治·艾瓦介入 该知情人士称 考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与美国财政部之间多边接触的密切性 过去乔治·艾瓦轻易就能联系上叶伦 叶伦的日程表显示 今年书他们也有定期交谈 因为美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正致力于扩充6500亿美元的储备资产 报道称 美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世界银行的最大股东 并由财政部负责处理相关事务 美财政部发言人拉玛娜 拒绝对叶伦与乔治·艾瓦之间 是否保持联系发表评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位发言人拒绝置评 乔治·艾瓦也拒绝置评 伦敦蓝湾资产管理公司策略师 兼新兴市场资深分析师艾希指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声显然受损 乔治·艾瓦应该让位 直到相关调查完成 至于经商环境报告数据遭篡改的丑闻 美财政部发言人拉玛娜表示 美方严肃看待此事 有必要全面审查乔治·艾瓦 在经商环境报告中的影响力 并重申本月稍早的声明 我们的主要责任是维持国际金融机构的诚信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